這個櫻花蝦米糕 海苔豬肉蔥 海苔豬肉蔥 大白質最高的 對對大白質最高 綠法人蔡世英與金融市體育會 健美健身文會主委等人 當期美食家 現場品嚐這幾道年菜 直說美味不輸餐廳縣主 你不講它是罐頭嗎 我才不知道 我以為是主 真的這就像縣主剛出爐的一樣 這是由仁安基金會金融平安站 舉辦的韓式吃飽三式活動 受到疫情影響 以往的大型伴桌圍爐活動 改成送年菜禮盒到韓式家中 希望讓韓式在年節 也能有一頓溫飽 這三年來的疫情 有影響到 就是我們的 韓式吃飽三式的進行的模式 那我們今年也改成 就是用送禮到家的方式 把這個年禮呢 七道菜的年禮呢 一一送到 就是不管是韓式家庭 街友或是單親媽媽的手上 長期支持韓式吃飽三式活動的 立法人蔡世英表示 自己也是苦過來的 很能體會韓式等弱勢民眾的心情 因此懇請社會大眾伸出援手 用愛心陪伴韓式們溫暖過年 周站長非常的認真 那我其實也是被他感動到的 所以每年只要周站長有任何 華山際軍會的活動 我絕對會來報名參加 那我也會率先來拋棧引玉 歡迎更多的好朋友 一起來支持 那今年度的東西也還滿豐富的 包括裡面有好多的 我們的餐點食物等等 比如說我們看到這些微波食物 五福 燈 五寶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我也感謝這些好朋友 有很多人是他們給我們支持的 那有一些是我們的這樣的一個經費的購買 那希望更多好朋友 大家來支持韓式吃飽三食的活動 年菜禮盒內含 普燒青魚 櫻花蝦米糕 肉鬆 人生糯米雞 滷豬蹄花 楞骨堡 及白菜乳蛋 剛在全運會拿下多項獎牌的 基隆健美團隊方面 也期盼能貢獻自己的專業 讓韓式們吃的美味又營養 我們到時候會幫忙發放 然後我們會提供我們的專業 就是說這個菜的部分 營養各方面我們都會幫他們試吃 那這次很開心能夠參加這個 非常有愛心的活動 那也可以透過自己的專業 然後幫助到大家 南安基金會 基隆平安鎮計劃募集 五百份年菜禮盒及紅包 菜市應呼籲社會大眾共同支持 幫助窮苦人過好年 紅包祝韓式 年禮過好年 記者張啟騰基隆報導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